今天下午是在自己家 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這款車介紹起來經理比其他車款都還要開心 因為這個是很經典的E-Class 那這台車在拆裝的時候的時間會比較久 因為它拆裝的比較難拆裝 這台是賓士的W210 它的年份的話大概在1996年到2003年 它的後面的後繼車種W210 再來就是W21 昨天有直播分享的那一款就是W21 只是它是S的系列 S21 再來就是W212 再來就是W213 所以這一款是賓士的W210 它的辨識度最高的就是它前面是兩顆圓形的大燈 然後這台車的前懸吊很特別 它的前懸吊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後方的話也是 就是如果以同一個車系的話 同一個底盤架構的話 W202 W202也是 或者是這一台車的前一款車 是1901 W124 W124的話 它的底盤架構也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所以都還蠻特別 但在拆裝的時候就不是很好拆裝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因為原廠避震器要介紹的比較久 之前也沒有機會介紹到這一款車吧 有安裝但是都沒有拍過影片 它的避震器四肢 長的形式都很一樣 就好像是Beat那些小車的後面 但是形式一樣可是阻尼 它的阻尼的話差異很大 像這個它的彈簧公斤數高 所以它的下壓值都做得還蠻硬的 下壓值都做得蠻硬的 所以它的阻尼值蠻強 可是回彈的力道還蠻快的 所以它的阻尼的話 都有針對這樣的公斤數下去來做匹配 KT的話也是一樣 會針對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而且彈簧公斤數比較高的 底盤結構設計都有做不同的阻尼 它的彈簧形式也很特別 但是我有點忘記 比較長的應該是前面 這個也是前面上方的電塊 這個車還很特別 它原廠這個電塊的話就有分成兩款或三款 它有分別有不同的厚度 可以讓車主來電高或電低 這個電塊的話 材料的話它有分三種不同的料耗 那材料行的話它會分這個的高度 下去訂購這個材料 這個是它彈簧的上橡皮 但原廠當然阻尼不可調 改成KT的有幾個優勢 第一個車高的話能夠調整 像待會這一台車的車主 它要求的車高也要略低一點點 所以車高能調整 第二個就是軟硬度的話 KT的話可以從統正的上方 這裡來調整軟硬度 那第三個就是KT的話 萬一日後阻尼有劣化的話 也都是可以翻修的 所以有不同的一個設計跟優缺點 而且一整組起來好像也不會 也沒有比原廠貴 所以KT的話還蠻划算的 CP值還蠻高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 這個是它很經典的一個屁股 這台車也有位跟的車款 也有位跟 然後我們晚上 那如果晚上的話 一樣是S21 如果有機會的話 經理一樣會開直播跟車友們來做分享 先預告一下 所以這幾天好像都是賓士 那這一台車的後方 後方比較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後方的話彈筒跟避震性是分開的 像是這個後繼車的W211 或者是W203C系列的 甚至現在最新的W205 或者是W213E系列的 大概架構都是這樣 類似這樣大同小異 然後它的彈簧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它是原廠的下枝壁 調整機構是框在下方的 所以在下方 那後方的彈簧公斤數也比較高 後面的話是配15公斤 這台車的彈簧的話都已經很重 所以統整的話還是一樣 不能壓縮過多 壓縮過多的話 這個彈簧公斤數本來就高了 一旦壓縮過多 在比較速度比較慢的一個路況的話 回饋感就會太過於直接 所以這個安裝的時候 前面跟後面彈簧跟避震器都是分開的 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台 後面的處理調整 是從哪裡來做調整 在行李箱裡面 來行李箱打開之後 在兩側 這個是它的內飾毯 內飾毯打開的話 來這個地方 沒有東西可以吃 那裡有一個KT的LOGO 來這個地方 就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軟硬度了 拍得到嗎 可以 好 後面 後面是從那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飾板 然後要稍微往那一摺就可以了 前面的話比較簡單 前面的話引擎室打開 就調整得到了 這台車本來還以為要裝到五六點 結果進度有稍微有小超前 來這個是 這台應該280 來這個引擎室旁邊 有一個 你鏡頭可能要拉到這裡來 還是我來 可以拍得到嗎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調整主名 所以 它也沒有什麼上座設計 它就是前面 兩個橡皮來做對甲而已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好 那它的車頭的辨識度 W210車頭辨識度 最棒的就是這兩顆 它是一個 一個橢圓形的大燈 很經典的車款 這台車也顧得超漂亮的 這台車還有兩個地方 就可以變帥哥了 今天已經完成一個了 第二個就是 鋁圈跟輪胎 加大之後車高降低 這台的帥氣就跑出來 相信車主沒多久之後 就會改裝鋁圈了 好 那這一個的前面避震器比較特別 這台車要介紹的應該是前面 因為它的前面彈簧跟避震器 竟然是分開的 像這樣懸吊系統的話 在 有一些 皮卡 皮卡的話常常有類似這樣設計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那這個底盤的話 在彈簧的上方 我們設計了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可以來調整前方的車高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華斯 這個調整機構 我們都是為了這台車 當時為了這台車所開發的 那它的筒身在這個地方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又有一點點像是 雙A貝的懸吊系統 但是又不是 所以這個底盤系統 也還蠻特別的 W124 W202 還有這台W210 都是類似用這樣的底盤架構 它的筒身形成在這裡 我們有附防整套 有附饅頭 這些都是一整套的 它KT的用料的話 IP的阻凝油 還有NOK的油風 日後可以維修 都是一樣的 那這款車 我們應該很難找得到 接近這款車懸吊的車子 提供車友們來試乘 但是我們都有類似相同 類似的 像是 我們現在有 W213 W213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像剛剛有一台W205 好年輕的車主 來試乘也都還在考慮當中 今天沒有像昨天一樣 有全內載 昨天來試乘的全部都成交 那這款車的懸吊系統 比較特別 就是前面跟後面彈簧都是分開的 那彈簧攻擊數也比較高 鼠尼的話是特別特別的重要 因為這一台的鼠尼 一般來說 如果用道路板的下去調整 鼠尼段數的話 通常不會在15段以下 因為它的下壓值能要特別的硬 那如果車友們 對這款經典的 賓式的E-Class系列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有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晚上如果經典有空的話 會跟車友們再分享一下 賓式S213 後面是氣壓的 就跟昨天的一樣 都同一款車 車友幫我們介紹 那有預約今天晚上要安裝 那如果車友剛剛有空的話 歡迎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